民党士林大同区的立委初选 上演的是监委大战 王世坚提告了 主要是针对这些网友 还有彻翼对他的诽谤 他们最近陆陆续发出一些梗图 包括呢 比如说这张 应许持续黑化 赵新宇 赵新宇是谁呢 就是民党北市党部的执行长 好 说赵新宇榜上有名 靠拼头黑道黄成国 里面说他什么黄成国女友 等等的做这样图 赵新宇说 对不实指控和攻击的人会提告 我不是罪犯却饱受屈辱 他说一个女人在社会上打拼 都很不容易 我人生一秒都没有当过 别人的第三者 好 张茂南说 不实传闻抗得非常痛心 听头难听又不雅 对第三者造成人格抹杀 也对清白造成了污蔑 所以会把资料送给警方调查 追查遏止梗图的来源 王世坚自己就说 初选激烈程度超乎想象 而且党内同志的攻击 让我很难过 初选前民调显示我赢 两位数 但是在状况明确之下 还是受庞大的攻击和压力 而且对手很多的攻击 都让我觉得不解 所以王世坚透露 他说初选前 有人帮他做的民调 得出的结果 他是迎合自为两位数 请教兵哥 对 所以目前看来是 这一局到底是怎么样 厮杀的这么惨烈 所以目前是 尖歌会有稍稍占上风吗 那是不是别人帮他做 是尖歌自己掏药包做的 他做了民调说 他迎合自为18% 对 对啊 那当然这是 民调这种东西 要看你问卷设计 你的问题的方式 然后你的取样 所以这个就是 尖歌自己的参考 这个跟最后的结果 不一定会有直接的关联 那当然尖歌对自己 是信心满满 所以他才会投入 如果对自己没有信心 他来选干嘛 他不是神经病 所以我觉得尖歌当然有他自己的想法 那只是说 这一场 本来是兄弟戏强嘛 怎么会演到难看到这种地步 因为在某一种角度来看 你会觉得这比 心肺大战还要更激烈 对 因为心肺大战主要是在DOTRE GO 就是我讲你哪里不好 你讲我哪里不好 这边是直接揭毙的 那这到底是办毙我也不知道 然后八卦什么全部都出来了 而且这是恶言相向 这个是口出恶言 是啊 那但是问题是 双方都不是有 也不是何志伟讲的 也不是王世堅讲的 都是彻翼在发动 那这些彻翼是又真真假假 因为有的搞不好是林伟峰 对不对 就是反串的 这很难说啊 所以他们其实过去就很深的恩怨 尤其是何志伟跟黄成国 他们这一系 已经打了好几年了 从台北市党部主委之争 然后一直打一路这样下来 那何志伟他们这一系确实 他们叫做什么 什么友谊联会 绿色 绿色友谊联线 对 他们这个很孤单的联线 没有跟几个人联线的联线 那一直跟其他派系都不是很合 那何志伟现在 你看他的策略也非常简单 他就跟赖清德抱在一起 反正你们动 我就动赖清德就对了 就是这样 可是问题是打他人 刚好为什么英系这次全部人上 因为过去如果他们直接去打何志伟 好像他们是在对赖清德 抱怨恰弯 可是呢 因为坚哥也在挺赖清德之前 所以就变成说 借着王世间这样 好像感觉上没有那么针对赖清德 可是明眼人还是看得出来 一方面当然是针对何志伟没有错 另外一方面 当赖清德在当党主席的时候 你做这种事情 赖清德面子好看吗 也不会好看 所以其实虽然他们未必 这件事情是针对赖清德 可是一样会打到赖清德 这是很明显的 所以何志伟现在就是 言必称赖清德 他刚刚不然在讲 说你不要再这样去弄赖清德了 就这样的简单 但是我是欢迎 什么事情事实胜于雄辩 就是坚哥已经去提告了嘛 对不对 那何志伟这边如果觉得有受到委屈 有人发黑暗弄你 你也去提告 把这些全部都揪出来 像去讲的什么赖清德那个东西 说真的 黄成国最近突然厌服不且 一下多了好几个小三 一下又是陈怡君 一下又是赖清德 一下那么多 那这些当事人都说是抹黑 那就一起提告 不要啰嗦 我说真的 茂南兄讲错一点 他没有资格提供 什么资料给检方 那个要 因为被抹黑的主体人 是赖清德或是黄成国 要由他们去提告 你是民进党的 台北市党部主委而已 你也不是 你又不是当事人 所以我觉得当事人 本身要去提告 提告之后 赶快 把整个真相 最好能够把这些在背后 操弄的网军抓出来 不管是谁的网军 居然到最后抓出来 搞不好是国民党的网军啊 国民党就故意在里头 脚乱一直春水 故意一下半黑的 一下半白的 两边互相攻 也可能啊 不管是谁没关系 只要是能够把网军抓出来 把这些放黑还能抓出来 我都非常高兴 拜托你们赶快去提告 好 不过对于这监委大战的部分 来看到就是有在分析 民党内的派系 要怎么样的选边站 上报的报道呢 说 党内人士表示中立 但这个选区内的派系 有明显因反和而挺肩的取向 好 提到了何志伟 找刘世芳郭果文助政 被外界解读 是党主席赖清德默许相挺 那这一场监委内战的看点 除了何志伟和王世坚 两个人在媒体前吵架 更重要是背后的组织绵密性 以及宣称中立的派系的动员程度 比如说议员陈慈慧 他是世北的议员 已经向殷系靠拢 过去呢 尽管他们这个陈慈慧的父亲 和何志伟继父友好 但下一代对派系和政治路径 有自己的抉择 好 那另外呢 还有姚文志 当年执意词立委拼北市长 才有何志伟补选立委的空间 刚刚还有刚提到的陈一军 陈一军陪王世坚扫了街 就被抹黑是皇城国小三 让他们气炸了 所以就把矛头通通指向何志伟 那从各派系的态度来看 这场初选 几乎是绿色友谊 连线孤军奋战 其他的地方派系 尽管对挺肩有不同的意见 但难能一致的 都对何志伟几乎 没有太多善意 也坐实了何志伟 在党内任何不好的传言 所以请教博弈 对 怎么看 所以何志伟 现在是被孤立了吗 再加上 我刚刚前面提到了 他这一波的整个战术操作 明显得罪英系 整个战术错误 所以目前看起来 他的 状况不好 对 状况对 是不是不好 我先讲 天下本无事 内斗出大事 真的是 一般来讲 我们都讲到 我们初选选举会 最常用到的形容词叫刀刀剑骨 就很狠的情况下 我现在才叫开了眼界 这不叫刀刀剑骨 叫罪足九足 你找到跟候选人有关的 亲朋好友的亲朋好友 也通通都被卷进去 这一次初选里面 你就知道民党之后 杀得有多么严重 但是我刚刚讲过了 内斗是最大的问题 其实我真的认为王世坚 尖阁议员在这一次选举 我真的是 他是被拖累进去的 先讲了 大家刚刚讲到 尖尾鱼嘛 王世坚 何志伟 高嘉瑜 实际上他们之前算是 有患难的交情 他们一致的被很多的 可能犯率的一些 側翼给围攻 所以其实坚哥这回 在选定要哪一个区 来参选的时候 实际上就单纯的 他想选而已 那他也没有做特别的动作 就是我想选 那是我的本命区 我从那边跌倒了 我希望能够重新的 回到我的本命区去 重新站起来 但问题是事情演变到现在 我觉得已经失控了 为什么会失控的原因 是因为音系介入太深了 音系的介入 当然还是跟何志伟 本身有很大的关系 他们的恩怨是 从之前何志伟的母亲 跟当时音系的王夏威权 市党部主委的时候 那时候大家已经骂到 一个骂说对方送 会选送地瓜 一个说他年少的时候 有案底炒得非常难看 到最近期 陈时中参选的时候 何志伟委员也给陈时中 很难开 大家知道话直接丢彩 丢他的话 丢他的话嘛 还听说是 刻意去让记者来做 这些等等的动作 我不晓得 然后包括连 选完陈时中落选了 何志伟委员在受访的时候 甚至还说 他落选的原因是因为 黑道进入他的 团队决策圈 都是黑道在帮他处理 所以陈时中乱七八糟 但是不要忘了 陈时中后面的组织是谁 是蔡英文 也就是何志伟 从以前到现在等等的动作 包括从他母亲开始 一直都要跟音系作对 所以我认为这一次 音系就是刚好利用这个机会 来彻底想要歼灭 所谓的绿色友谊联盟 所以才会这么花倾尽全力 来处理这一次 何志伟以及王世坚的情况 我跟你讲 不要说何志伟 跟党内的关系不好了 坚哥跟党内关系也没特别好 他们都是属于 比较有自己想法的人 可是在这一会儿 你发现没有 音系全力力挺王世坚 就代表了 对于王世坚当不当选 我认为不是他们最重要的 能够先把何志伟剿灭 我觉得还是他们心中 最想要达到第一目标 但是我要讲 这一局 其实音系也堵得很大 音系这回把全力支持王世坚 尖歌来对抗何志伟 但是如果如果 最后尖歌的初选 输给了何志伟 输给也代表了音系的示威 表示他全力挺进全力 蔡英文的魄力已经不在了 实力也示威了 是不是也代表了 蔡英文在后期的时候 他的能力已经跛脚了 已经叫不动下面的 他的相关的名义代表 甚至他的支持群众 我觉得这个必须要来考量 但是我最后要说 士林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选区 士林是以前 士林是所有里面 选区里面 台北市选区里面 五党籍最多的 对非常多 士林每头非常多五党籍 但这一回五党籍变少完之后 几乎都蓝绿归队 蓝绿归队完之后 在绿色里面的议员里面 又是各个派系非常多 政国会 殷系 然后绿色友谊联盟等等 全部几乎都有新潮流 所以这一次我觉得 可以看到一些 民党党内里面的一些 所谓的美感 就是说 所有的派系是否会 针对同一个目标 而有所合纵连横 但目前看起来 我认为 绿色友谊联盟的确是 比较占下风 好像感觉起来 除了赖清德 可能稍微去挺他之外 好像其他派系 都对绿色友谊联盟 包括合作委员 不是太友善 所以我只能说 我们不去干涉 对方的选举是如何 但是这一战我认为 民党内部杀了太凶 杀了太凶的结果 最后造成的事实 就是可能 连支持者都看不下去 所以最后在 明年的立委大选的时候 那一区 虽然之后会讲 我们是认为 最危险的 就是我一八抢七 有一席可能不容易赢的 但是我认为 只要我们团结一致 在绿营分裂的情况之下 那一区未必不可得 我们先要科普一下 水神跟病毒呢 还有细菌在打架的时候 会变成什么 变成水 没有残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个百字千次 其实也不会伤到你的皮肤 那家里有小孩的 孕妇的都可以很适用 哪里买得到水神生成机 请上快点购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就会有折扣喔